给大伙念 他说这不行 文笔倒不错 没包裹 你别的作品说你文笔好就行 相声没包裹 不多乐叫什么相声 后来呢 他参加全国的这种 就是文艺的演出 当时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也有几个曲域方面 内行的编辑 范围就给他们念本子 这人挺认可的 不是认可的本子 说这小伙子挺实在 我认为这个业务上很钻研 讲来能出来 结果由这个曲专家提出这个呢 沈阳区域团挺重视 范围就那么后来 还真有几个作品去参赛 其中典型的 咱们现在能看到视频的 就是他讲要杖那个事 是他演着人物 反正各种无赖的手段去要杖 这是那时候三角寨时期 为了清谦 无所不用其极 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应 那个作品他得奖 就因为我姓范啊 我们新来的头 特提把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什么办呢 讨债范 要杖的 怎么了 还怎么了 这位啊 不知好歹 怎么意思 他们头还器重他 那是难为他 怎么回事你说着 还怎么回事啊 现在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怎么说的 说欠杖的是爷爷 要杖的是孙子 就你们几个人 还能要来杖 可是你看范围在那个作品里 是通过自己的嘴皮子 和数学斗唱的本事吗 我们现在看 你看相声大咖 像郭德纲这些人呢 他哪怕这个故事情节没意思 他使包子都能逗乐你 就凭借语言这种调动能力 范围这个相声 是完全用小品的方式 就他首先进入人物 他演的是一个要杖的 耍不赖的人 他把这角色立起来了 这里边的包子才想 他不是通过语言调动 而是通过自己表演 所以为什么范围后来 走上演小品这条刀 那就是因为 演小品那种状态 他更舒服 说像那种东西 他语言调动的能力 相对比较弱 那么他演小品一开始 也不顺 但是那时候范围演 这类角色不行 就那种他自己原来的 让把头发烫起来 戴个眼镜 斯斯文文的 胖胖乎乎的 白胖胖的 那个角色不行 给人根本留不下深刻印象 他后来也琢磨 怎么能够有突破 就在这个喜剧上能够突破 你看典型是天下无贼 那里边 他演打结的 什么ICIQIP卡通通告 反差一下出来 就他没想搞笑 他演这个很愣的 结果出出个搞笑的效果 当范围议设到这点之后 他在喜剧领域的天地 他有个邻居 他从他邻居身上找不少灵感 这邻居说话是个大舌头 他对这个姐夫呢 是当地的交通局局长 他跟别人吵架 他人家就来就 我让我姐夫 在你家门口建个港楼 出屋里就罚你 出屋里就罚你 你看 这喜感一下子出来了 就他没想去搞笑 就是这种愣了呵呵的 这叫反差萌 这状态 所以范围一下子 找到这种状态 所以这日范围 演喜剧里头的人物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把人物弄得非常非常扎实 你看同样葛优 那眉毛上都是戏 他跟范围 这个反差就很大 就是我准确的归纳一下 葛优是身上到处都是包 范围是什么呢 只有把这人物立起来了 这包子才出现 他是先进人物 立形下 然后才把包子夹了一头 这一点我一说 你可能不清楚 如果要跟葛优一对比 你马上就能看出来 他俩演过对手戏 就是佛优刚刚的私人定制 我收过他们的礼貌 没有啊 我没收过他们的东西 他们是怎么知道 我不收礼的 谁给我传出去的 没人传 但是群众的嘴是最快的 连我妈都知道了 说你们领导 连别人的水都不喝一口 我们国家也是听以老沃僧侣说的 说真碰了一鼻子灰 上次送来懒头 差点给趋出出镜 不是你们两个回回空着手 来一会儿 这儿一会儿 那儿打着各国的旗号拜访我 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你们 什么意思 从现在开始 外事活动暂时取消了 我跟你们四个说清楚 不要搞水质 倾泽无语 不要封锁我 让社会的不良风气吹进来 我可以不收 但他们不可以不送 他是一个司机 就想尝尝当官 巨斧式永不战的感觉 你看他俩对戏的时候 那葛优活佗就是一个 拉清关下水的小人 说话处处带包裹 那眉毛嘴满脸都是戏 白总 白总 那个东西放这儿还是放车上 月饼放这儿 画给领导送车上去 你先下去 一会儿我叫你 哥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月饼 扁豆馅的 不卖 只送朋友 您尝尝 酱学纸的 别误会啊 我没事求您 就是敬重您的为人 扁豆馅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做成包子 哥你真讨厌 朋友可以交 月饼拿回去 你看 领导还是没拿咱们当自己人 一盒月饼值多少钱呢 领导 这也是他们一番心意 您要不吃也丑一眼 对对对 丑不丑的 你看范围不是 范围得先一本正经的 进到这人物里边 然后才能出包子 开始假装震惊 你别说 我还真没吃过 变成像林家兵 后来不收钱的过程当中急了 好好的清官 都是被你们拉下水的 开始爆发了 这个人物一下就活了 弟都选好了吗 需要我做什么 这不是 想让您给爸爸关 出出主意 看看有没有风景好的地方 方便的话 再跟当地现乡 打个头 封情好的 这个重园寺旁边有块地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啊 金鸡湖上面 有个桃花岛 你们注意不注意啊 哎呦都不用那么好 西湖一直还摁着没开发你 要不然填一半也给你们得了 这个 想得美 哥 其实你哥 战你的鬼去吧 一龙地也不给你 还老年社区你 呸 你以为有钱能失败 我听过啊 我让你们大着急 我 就不给你吧 他 他让我们这么干的 让你们的妄想 他 领导 领导 他们的领导 都被你这种人体 带坏了 我想基美之手 我想基美之手 中央英雄处 968平方公里 你跑得出去吧 你 到最后说行了 你巨腹事用不沾 咱就拉倒吧 不行 我挑战我的软肋 性贿赂这招还没使上 这时候喜剧效果出来了 晚上我请各位 洗脚 你还真得请求我 为了你这梦 折腾着我们 哥儿几个 姐儿几个 几天没着家 总算是拿下来了 这就结束了 不是 还有一种贿赂 叫姓贿赂吗 你还真打算一样不辣 不是杨哥 我想挑战一下 我的软肋 包括后来那句经典 群众里面有坏人的 他是这个人物 扎扎实实立出来 这个喜剧效果才出来了 所有范围跟葛柔呢 怒出不一样 葛柔你这里头 不进人物 就在屏上走 一样能把你逗乐 因为他本身 喜剧标权特别明显 范伟呢 真的没有什么喜剧标权 他必须进入一个 喜剧人物状态 他的喜剧才能出来了 所以正因为是这一点 你发现的 没有喜剧标权 现在成了范伟 进入电影行业的 一大优势 就是当他演正剧 甚至悲剧的时候 你没有违和感 你不跳戏 你反而能被他的表演 这种朴实生动 一下子给抓得住 所以我们现在看范伟 我是没有把他当作个喜剧演员 我觉得范伟现在演正剧悲剧 比他的喜剧 更加具备震撼力 就是他往往能把 小人物的心酸 感谢观看 拍摄 来 拍摄 对 过来 拍摄